基隆爆發了關說案 那麼疑似是議長黃錦泰 向純辦人員施壓 放水不強制拆除珍愛城堡花園 讓建商可以免除水土保持審核等過程 那麼檢調呢 昨天是大舉搜索 包括了基隆市政府跟基隆市議會 並且以嫌疑人身份 帶回了議長黃錦泰等八人漏夜徵訊 好 我們得到的最新消息 是經過一整個晚上的徵訊之後 已經確定有五人交保了 但是黃錦泰仍然在徵訊當中 晚間基隆市議會 被燈火通明 連政署人員搜索總務組 還有議長辦公室 因為議長黃錦泰涉嫌接受 假沙林機構官說 向市府官員施壓 帶回哪些東西嗎 等一下裡面是什麼 裡面多少文件 上午基隆地檢署 會同連政署 共70多人指導市府搜索 帶回五名官員 晚間在市議會 又將議長黃錦泰等人員 帶回調查 因為假沙林 與新復發合作的大型住宅艦案 要有水土保持計畫書 才能開發 其中部分土地屬於市府徵收用地 需要立切結書配合徵收 才能申請雜項執照 但黃錦泰卻疑似土地炒傷 那建商為了要迅速通過 所以就透過議長 來施壓相關的承辦公務員 使他們做出違法的一個裁決 讓這個非法的開發案通過 那原本的拆除 這個都發處 使用管理科拆除組 應該要依法來執行 拆除違建的工作 那我們也是獲悉 基隆市議會的黃議長 涉嫌透過關說 施壓這些繼承的公務人員 使他們沒有依法去拆除 應該拆除的違建 檢方查扣卷宗資料 包括黃錦泰在內共8人 也接受檢察官漏夜偵訊 離奇案情是否向上延燒 由於角逐 基隆市長的黃錦泰 這時卻爆出與建商勾結弊案 選情恐怕受到衝擊 郵電TV頂天有蕭秉 基隆報道